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这个表结构 先说这俩东西 那么我们刚才虽然写色谱语句 那是不是都是查询呀 那么这俩你看审核和点赞 这玩意是不是都得写更新语句了 写更新了 其实也都一样 也都一样 差不多 先说表结构 表结构这里边文章 那就是这文章表 那也没啥好说的 文章表 先说这个审核 你看它里面有个字段 零是会审核 一是审核 你审核说白了 就是把状态变了什么 点赞呢 就更简单了 这玩意是不是有个点赞数啊 你这样加一不就行了吗 是吧 所以说呀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主要我们是不是就写个色谱语 是不是就完事了 这个就比较简单啊 写个色谱语 那么我们具体来写啊 咱们 这个业务也没啥好特别复杂 它是不是就一张表啊 就一张表啊 它这个就文章这一张表 也就是文章在什么地方 大家看啊 咱们这个 十字方 页面图条 未登录 它这个应该是 它这个是文章 它应该是有一个直接 我都不知道哪个地方 直接能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文章 反正它也是要在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全都是文章 就是这个文章指的就是账 就是你的审核 才能显示到账 没审核 是不让你显示的 那行吧 这个业务简单啊 咱们就不停了 直接开始说 那么我们打开这个DU 是不是就 看这个对吧 那么我们首先来说 第一个 先说这个文章审核 那么审核 是不是去修改 哪个字段 是不是修改 这个字段 那咱们呢 就PUBISC 这个是不是肯定是Void 那我就 直接这么写了 叫啥名字都行 好了 那这个是不是也不需要 给它什么参数 是吧 反正你审核通过 是不是肯定等于1 好 这里边我是不是要写一个 什么 但是你这样是不是 只能写面向对象的 所以说你要在后面 加上一个叫 Native Query等于 True 好了 注意增山改 都得加一个Modified 有意思吧 这个查询 是不是用它就行了 但是它这里边的标签 都是一样 所以说你增山改 都得加这个东西 否则它不成功 你可以试一下 这个是人间规定 都得加这个Modified 也就是说白了 它认为所有可能会产生 现成问题的都得加一个Modified 就这意思 那么只要是写了这个 那我就可以直接在这写 四估计了 咱们呢就把这个都给它合上 然后呢文章 文章 在这 那么 我去没东西 那行吧 那么我们就可以写上一个1 保存 那么 我们要做的 是不是把这个变成什么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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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是 tb 下滑线 art article 完整呢 set st state 那么接下来 你要在这里边写上一个 Stream的一个 是否ID就行了呀 给它能对上 那么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一 见过这个东西吗 这个就表示我这里边有多个参数 你比如说我这里边现在 指的是这个位置 一 如果我还有别的参数 你这里边是不是可以按照 这个一和二指的是它的位置 指的是它的位置 那么我们这里边就不用写了 好了 那么这个就写完了 这个比较简单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个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 另外一个是文章点赞 对吧 文章点赞 咱们来一下 PUPUIC是不是VOID 那我就add 点赞数 看小海豚吧 这边 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点赞 是吧 Ctrl C 我就是加这个东西 那么它一样 你文章哪一个文章 是不是得给人说一下 要写这个 接下来跟上面 一样的套路 只不过的色狗语 咱们是不是改了就行了呀 那么我们写update 完了之后写上一个 这个set 就是这个点赞数 等于它加一 是吧 咱们来看看 直行 但是完了之后你会发现 它没改变 为啥呢 诶 对啊 闹直 slack的 可以直接这么写吗 闹加一 你猜这等于解 是不是等于闹 所以说 你切记 这里边 我们在添加这个文章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把这些 不不不不 它又执行 执行它是不是也不行啊 最后添加这个数据的时候 这些 初始化的值 你是不是都得给你写上呀 所以说这个 我们既然添加没有改 我们就给它手动改召啥 零 好你现在你再来试 然后你就可以再次 刷新 可以吧 这就行了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啊 这是个常识啊 这个是最基本的常识 这个闹直和任何 不能说数字啊 它只要做算数运算 那什么 加减乘除 它是不是全是浪值啊 当然它要做除 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可能会 会报错呀 你除以零试试是吧 好了 那么完之后我们就把这一个 给它贴过来 ID还是 号 前面那是不是就不用动了 这就可以了啊 所以说我跟你说呀 你写色工具还是 你写这种东西啊 是不是还是写色工具 感觉心里有底啊 我说各地都执行成功了 它肯定是行的 你要写面向对象内容 那真不好说啊 错了你也不知道 好了 那这个就写好了 写好之后的话 我们就来写这个service 文章 tubiic tubiic 还是forward 那么这里边我们就可以名字跟它保持一致 好了那么我们可以写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它也没有返回值 我们直接dao.update state 这里边就写上一个ID 是吧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再来一个名字跟它一样啊 还有这个 贴过来 那么 这里边我们就还是拿着这个 update data.add这个ID 那这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就写这个controller 写它 那这里边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写PUBIC resort resort 接下来的话我们呢 呃 看这吧 活动 活动 是不是这个 接下来活动我们 要做的是 不是不是活动 文章是吧 是不是这个 文章 那么文章我们要做的是点赞和审核是吧 那审核是不是就这个 我们可以直接把 这个拿过去是不是作为这个路径啊 Counter c 那么我们就可以 先在这写吧 request matching 那么这里边是不是写上一个value 等于把它拿过来 那么这个方法名 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写 它这里边是不是 呃 需要一个 参数啊 那参数的话 咱们直接写pass verb 这里边写上一个stream的 是不是文章ID 当然你上面这个路径没写全啊 你看这里边 它要求的是什么 put 所以说你要在这里边 method 等于request method 这是写put 啊 啊 好了 那么这个也没啥好说的比较简单啊 点 呃 咱们这个是审核是吧 审核我是update state 对吧 审核 那么我只用把这个哥们是不是给它传过去就行了呀 接下来我就直接return了啊 return 咱们呢 写上一个new result 他这边写上一个true st.ok 那这里边就写上一个审核成功啊 那行了 这个就写完了啊 接下来我们再来写下面这个啊 pubus result 那你这个点赞 看它叫啥 点赞啊 它就叫这个是吧 thumbup 好了 那么我们就把上面这个给贴过来啊 那贴过来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它 它是不是也是这个 不是 它是不是也是put啊 那put的话呢 我们就把后面这一串给它改了就行了啊 这个东西 就剩下的都一样 把这个拿过来 改了 呃 这后面不用动 我们依然要把这个 参数 是不是拿过来啊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还是拿这个service 点 add 是不是这个数啊 那这里边就是article id 这也没啥难度 那最后还是 挑了啊 这边我们就写上一个叫 点赞成功 啊 行了 那这个就写完了啊 这个都比较简单啊 这东西 好了 那么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跑一跑一把 右键 走一个 我 那么 那么 节奏到这的话 咱们这里边呀 这个 呃 所有 sdata gpa 啊 链系就到此结束 你会了这些的话 以后 你就可以用它来做开发了啊 好了 这个 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先来说审核 那么你审核现在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能要写一个ID 但是你现在不能这么写 因为它本来就是什么 我们要先给它改成0 那么我们这个文章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给它填一个文章编号 是1点击下面提示 提示出错了 咋了 看见这个就想起来这是事物吧 是吧 那我service代码生成器的问题 不是我的锅 你都不能给我加个证吗 是吧 这个代码生成器回头 我给它倒不倒不 不加这东西 你这有点坑 你现在出什么问题 你的立马能看出来 你说这个比较简单的那种问题 那咱们再来一把 再走一把 你再给我报个证 是吧 然后我们在这边刷一把 看看 可以了吧 再出个证 我都很难看了 那行吗 你这一梗都过去了 是文章审核 然后点赞 点赞再来一个 点赞我们就直接写一位 是吧 再 只行 点赞成功 那现在是几啊 一 那再 可以吧 这个比较简单啊 这东西 行 那目前到目前为止呀 咱们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用到了 反正 基本上来说 我们这个 Spring Data GTA 你看吧 你将来公司中用的话呢 就这么用 那也没啥 好说 它是比MyBiz要简单 但是 个人感觉MyBiz更加的灵活 因为它可以 其实人家也灵活 你要说 你要说不灵活的话 就是Happiness 最早期的 不支持色购区 但是人家是不是也支持色购区 它只要一支持 那就非常方便 但是它有一点不方便 多表查询 没有MyBiz强大 是吧 因为MyBiz多表查询 你想想 MyBiz多表查询 你用不用非要去 三张表 四张要连查 用不用非要真要连 这么多张表 不用 它是不是能给它 拆成多个什么 多个slack的thing from 也就是不用去 去连查一堆 想起来没 咱们MyBiz强就强到这了 这是Spring Data的GPA 无法比拟的 那Spring Data的GPA 你多张表连查 是不是就要写 一堆表连查 那个色购区了 那个色购区 你如果觉得简单 那对你来说 没难度 那你如果觉得复杂的话 你就得考虑 是不是MyBiz是否更简单 因为MyBiz出现 就解放了所有感觉 连查男的同学 因为你用MyBiz 你是不是再也不用写查了 多表查询了 对 这时候非要了 再也不用写 多表连查了 如果这个地方 想不起来的同学 MyBiz第四天 回去看看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是面试问你 MyBiz跟Spring Data的GPA 区别 最大的一个区别 这是当然 是我自己总结的 最大一个区别 也就是MyBiz对于 多表查询上 要比Spring Data的GPA 是不是要强得多呀 强得多 但是其余的 我个人感觉 这个Spring Data的GPA 要比它简单 反正是各有 各有各的好处 你自己看 至于技术选行 我告诉你 你是没得选了 你去公司 可能架构 就已经搭好了 那么如果让你搭架 我觉得你还是用你老的 第一套那个 因为那个 说白了 首先 你学的比较透彻一点 对吧 你像这个说起来 你就可能都会忘 另外一个来说 现在整个大环境下来看 所有的大公司 都在用那套框架 那么有些小公司 在用微服务 但是没有任何一家小公司 能用微服务去扛着 像阿里双十一那种 高频发那种情况 那么他为啥扛不住 不是扛不住 是没有真实测试过 好像也能 但是没有一个真实场景 像阿里双十一这种 真实场景去验证 他确实可以 没有 所以说微服务这一套 只能说是新生事物 按照理论上来说 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也就是 其实你可以大胆的想想 这个服务器的压力 来自于什么地方 其实这个服务器的压力 就在你访问的一瞬间 你这个真正这个服务器的内存 能不能吃得消 这个内存能不能吃得消 就看你那一瞬间 有没有创造打定的对象 而我们现在只要用了 Spring MVC 这整个你Spring BOT 底层是不是也是 Spring MVC 那么它全部 是不是都是单立模式的对象 即便是一个亿人过来访问 有没有创建一个亿的对象 没有 是不是还是那一个对象 那么如果是Spring MVC 它就不行 那么Spring MVC 扛出了 它是不是每一个人防御 都要创建一个新的控制器 那么它就扛不住那么大的高冰发 可以这么说 所以说有些时候 你自己做的想想都能想起来 也就是我们可以大胆的想象 Spring MVC 这一套 对高冰发这个场景 绝对是可以扛得住的 因为它仅仅是不是把原来我们配置文件给拿掉 它核心还是不变 但是我们再怎么推算 你这个东西 它没有真实验证 谁都不敢说 它确实可以 反正我是觉得它确实可以 那你这个 还是要让大公司用一把 确实发现行是吧 那有可能 这一套可能就真普及开了 但是它不用 现在在广东那边也已经非常火了 至少我在广东出差的时候 大家出去面试 都是问的这一套东西